不让生命受苦 将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生命殿逝与你 用韩语跟大家打招呼 今天很高兴有一个姻缘 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分享有关情绪方面 在座可能任教年次都比我久 当老师的难免有部分的情绪 是来自于学生 所以我相信在座诸位老师 在情绪的管理方面 一定经验上比我丰富 我在这边只是将佛教里面 有关理这个部分 把它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也趁这个机会 让各位认识一下 在佛法里面 他是怎么样来谈这个情绪 我们一般谈情绪管理的话 我们讲可能就是 会偏重于在负面的情绪上的管理 那么所以我今天要谈的 当然我们正面的情绪的话 大家都很欢喜 那么我要谈的就是 有关于负面情绪方面的 这方面的处理 那么以为适中的观点来看 怎么样在处理我们心里 所出现的各种不一样的状况 那么这个情绪在佛教里面 一般就是所谓的心理的活动 在用我们专门的用语来讲的话 就是所谓的心锁 那么所以我今天 要跟各位介绍的这方面 这个内容 我把它分为三个单元来介绍 第一个就是情绪管理的重要与内涵 再来就是情绪的定义 情绪对人身心的影响跟情绪会 影响人际关系 那么第一个单元这个部分 主要就是针对 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的情绪方面 比较熟悉的一些用语 这方面来讲这个 我们心理活动的这个状态 那么第二个单元里面 就完全就是按照我们维世的这个观点来看 这个情绪 那么也就是说 从认识 我们就是说 从认识外境开始 当我们接触外境 也就是说 从认识论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如何认识这个外境 接触到这个外境之后呢 然后你让你的心情上呢 产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我是要介绍这方面 那么第二个单元里面 第一个小点呢 我们先介绍 三界维心 万化 维世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 维世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 也就是呢 也就是呢 一般讲的一切呢 为心所现 一切为世所现 第二个呢 就是心所的分类 那么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呢 一般认为所谓的情绪呢 在我们佛教里面呢 这个情绪呢 我们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情绪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分类 也就是说 有这个分类里面 这个课本里面有一个表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投影片也会打出来 那么呢 我会呢 简单的做个介绍 第三个就是认识的过程 那么我们情绪 为什么会生起来 原因来自于哪里 一定是我们呢 碰触到外面的境界进来 是不是让我们的身心 产生一个变化 我们情绪才会生出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 维世中是怎么样呢 看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在维世里面呢 一般呢 佛教里面呢 会称它为佛教心理学 那么各位在座的可能有听过啦 维世中里面有所谓的八四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在这里我们不是谈维世啦 我们是谈怎么样呢 前六世的部分 因为前六世的部分呢 是我们跟外境 跟外面接触之后呢 让我们内心 产生种种的这个 我们说心理上的种种变化 那么维世中里面呢 这个心锁方面呢 我刚刚这个目录里面 心锁方面呢 那么我们说呢 在维世里面这个心锁 就有五十一个心锁 可以说相当的多 那么 换句话说呢 在维世中里面呢 把我们这个心啊 除了刚刚提到的八四之外呢 还有跟它相应的 随着八四而起来的 而起作用的这些心锁 总共有五十一个心锁 那么你会觉得啊 这个哇 吓死了呢 这个心的活动 怎么那么多 确实是那么多 那么我们为什么呢 平常不太能够知道呢 因为我们都太忙了 太忙了 一刹那一刹那 我们内心的这种活动 刹那刹那之间呢 很快就过了 可是呢 我们在忙碌当中呢 我们呢 往往呢 看不到自己内心 这种活动的这个状态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常常讲就是说 你要看我们这个 心里的这个 起落这个地方呢 在维世来讲 就好比 我常常用一个例子 我们在看这个 我们说卡通影片 大家都很熟悉吧 这个漫画 那么这个卡通影片 当这个动画在跑的时候 速度是不是相当的快 他可能一个动作呢 必须要有二十张的图卡 有没有 那个绘画的人啊 画那个图片的人 可能要二十张三十张 然后你把它转动这个速度的时候 才会有跑的那个动作起来 是不是 可是呢 我们看这个 在跑的时候 我们感觉不知道 它有几张的图卡在里面 那么我们同样的这个道理呢 这个地方我们要谈的就是说 让我们的心放慢脚步 那么呢 注意一下呢 我们的情绪呢 是怎么样升起来的 就像呢 你把卡通影片的图卡 把它慢慢放慢动作一样 我们现在就是要放慢动作 慢慢来看呢 我们内心里面的这些 起起伏伏的这些状态 好 那么呢 再来第三个单元里面呢 我要讲的就是心所的对峙 也就是说呢 就是所谓的情绪啦 怎么样的管理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能呢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能在外面呢 大家所使用的都很清楚 应该都很清楚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提出了四点 跟各位呢 共享 共分享 那么 这个是呢 我这两个小时里面呢 我要讲的内容 那么下面呢 我就进入 我们就开始进入 那么第一个单元里面呢 我要谈的是 这个 情绪的重要内涵 好 那么这个下面 有一个 有一段话 我想请各位呢 静静的看 那么 那么这个段话呢 各位一定很熟悉 那么不妨呢 你再看一次 这个是王永庆呢 他老人家呢 讲的一段话 那么这一段话呢 正足以表示 显示出什么 情绪管理的重要 好 我们大家一起看 那么我把 我故意把它这样 一行一行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根火柴棒呢 价值不到一毛钱 一栋房子呢 价值数百万元 但是呢 一根火柴棒呢 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 可见呢 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呢 一旦发作起来 其攻坚灭顶的力量呢 无物能欲 那么 要跌一百万张的骨牌 需要呢 费时一个月 但呢 要倒 骨牌呢 却只消十几秒 要累积成功的实验呢 需耗时数十载 但要倒闭呢 却只需一个错误的决策 那么 再来 要修养成被人尊敬的人格呢 需要长时间的被信任 但要人格破产呢 却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 这个内容里面 很很重要的 告诉我们一个讯息 情绪管理的重要 一个不小心 一个气冲上来 忍不住呢 就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后果出来 那么 这个 用这个呢 来告诉我们呢 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我们说呢 刚刚提到的 一根火柴棒呢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下面所说的 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 还有呢 不经理智 判断的决策 还是怎么样 顽固不明的个性 狭义无情的胸襟 那么 这个富兰克林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那么他提到呢 愤怒其愚昧 终于悔恨 是不是这个样子 有时候呢 我们在愤怒 是不是 那么 我们呢 愤怒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愤怒啊 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 因为这个 要生气的时候呢 这个气一冲上来 好像那个瓦斯要爆炸 那个气威力有多大 是不是 那么你要把它压下来的话 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 这个呢 一口气 到了鼻子了 如何把那一口气呢 把它吞下来 这个是 确实呢 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沉不住这一口气呢 往往呢 就会造成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遗憾 就会出现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啊 我们这个每天翻开报纸来 有没有 有没有很多 这种社会的案件 那么这个社会的案件 你可以发现到 很多都是 实际上呢 他们造成一个很大的这个 凶杀案啊 或是这个事件的发生 其实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有时候想一想呢 他们也许不是无心的 可是就是在当下怎么样 那一口气怎么样 沉不住下来 那么也就是说呢 对自己呢 情绪的这个生气呢 没有办法呢 自我的这个掌控之下呢 所以呢 常常就会有什么样呢 啊 我们说呢 这个 如果呢 生气起来的话呢 那么用在我们的身体方面表现出来 你可能一丝手呢 就打出去啦 是不是 那么 我们说呢 一手打出去的话 可能就让对方呢 毙命 也不一定 是不是 那么如果呢 是用嘴巴讲出来的话 那更不得了 有时候呢 嘴巴伤人的话呢 是不是 哎呀那比什么都更伤啊 是不是 伤人之余 伤人之余啊 这个语言啊 如水覆地啊 难收回 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我呢 有一位 师傅呢 事事呢 三周年 我去参加 这个 华会 那么 这个地上呢 跑来一只蜜蜂啦 这个蜜蜂跑过来 那么这个 你们知道这个蜜蜂啊 我就想说 哎呀这个蜜蜂 在地上 我就用这个 这个 卫生纸 我就想说把它包起来 拿到外面 一丢就可以了 那可是呢 这个没想到 这蜜蜂也很厉害 马上反驳 我这个手指头 还黑黑的 就被它钉下去了 哎呀真的 痛得不得了 还好不是虎头蜂啊 是那种土蜂啊 可是真的是很痛啊 你们有没有被蜜蜂钉的经验啊 哎呀真的是痛得不得了 那你的师傅呢 就压住我这个 被咬的地方呢 他说要把这个毒液把它挤出来 可是呢真的是很痛啊 各位顺便教你们 这个方法要用什么方法 赶快喝药素 喝酵素 酵素 酵素或是养热多 他赶快让我喝了两瓶养热多 那么还有呢 吃了一个酵素 然后用你的手指头泡在哪里 蜂蜂 蜂蜂蜂蜂蜂蜂里面 很不可思议吧 就这样大概三分钟 这个痛就消了 就这样子 当下师傅就跟我讲一句话 你这个哪算什么 你被蜜蜂啊 这个扎了一下 哪算什么 嘴巴伤人 比蜜蜂被扎更痛啊 你以后讲话 什么都要小心哦 我说是的师傅 这个是不是 就这样子 也就是说有时候呢 我们在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呢 那么有时候呢 可能是个人的问题 说起来的情绪呢 那么在表达上呢 说出来的话 写出来的东西呢 可能呢在后果上呢 会造成怎么样呢 这方面的考虑就 有时候就会欠缺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对于自我情绪方面呢 这方面的这个管理啊 我们说管理啦 自己呢 应该呢 要有能够 有一套的这个方法 这样子 那么我们说 什么是情绪管理啊 各位呢 当然都很清楚 不过呢 我们这里也有学生啊 我们同学啊 所以我把它弄出来 我们同学也可以看一看 情绪呢 简单的说呢 就是指人的心理活动 当人受到某种 刺激而产生 複杂的身心活动的状态 换句话说 情绪是什么 内外在刺激所引起的 而在身体各部分上呢 发生的变化 在心理上呢 它伴随着什么 强烈的情感 即想以某种方式 去行动 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情绪一上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动手 去打人或是嘴巴呢 讲出这个话来 那么我们说 情绪管理是什么呢 也就是要学习什么样啊 接纳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 那么我们说呢 接纳自己的情绪呢 好好听听怎么样 内心的讯息 那么了解你自己 为什么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情绪出来 那么进而发展出新的 想法 让自己呢 不陷入情绪的漩涡中 而能适当地展现 内外平衡 能将 喜怒哀乐等各种情绪呢 表达的恰当好处 所以呢 我们学习这个 情绪管理的 主要就是 当我们 这个什么样 有情绪出现的时候 如何能够适当地把它 我们说呢 把它排解掉 如果是负面的 如何能够让这个 负面的这个能量出现的时候呢 能够把它化掉 这个就是我们要 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 情绪的这个管理 那么我们说呢 一个企业家 或是说呢 我们说这个大企业 老师比较管理的 大概就是跟学生的相处 那么如果说 我们以外面 这种大企业家来讲的话 那么 都有很多的 这个企业管理的人 很多企业管理的人 他可能呢 他可以呢 管理数百万人 数百万人 或是数 很多很多人就是了 可是他不见得 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心 是不是 那么为什么呢 我们说呢 人容易管怎么样啊 心是难管的 是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俗话说的 人难管自己更难管 是不是 其实比人更难管的呢 我们说呢 在经典上讲的是什么 我们的心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经典上常常有讲 心取地狱 心取恶鬼 心取畜生 心取天人 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的心就在这里 那里 到处走来走去 忽而还前洗地 忽而痛哭流涕 在司法界里流转不停 是不是啊 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 哇你早上起来 呼吸新鲜的空气 非常的好 可是呢 一下子我说 我到厨房看到小孩子 把东西牛奶打在地上的时候 哎呀你怎么把牛奶打在地上 是不是就会花脾气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的心 一直都是在怎么样呢 起伏不定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么常常会因为外境的点点滴滴呢 然后呢 我们的情绪就跟着起伏起来 那么这里呢 我们在佛法里面有一句话 实法界不理一心 各位呢 这个图各位可能有看过啦 有没有看过 不知道 你看中间这个心 是不是这个是心 那么中间的上面 这个心 我们说呢 由一心展开实法界 实法界呢 收色于一心 那么实法界当中 最上面的佛 菩萨 那么我们说呢 佛 菩萨 身文 原觉 这个我们在 这个是佛 是不是 那么呢 菩萨 我们说呢 这个身文 原觉 我们在佛教里面 这四个我们称他为四圣 为什么称他为四圣呢 因为他已经不受六道轮回了 那么下面呢 还有所谓的六道 也就是所谓的人道 阿修罗道 那么还有一个天道 天道 一般讲的天堂 天道 人道就是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世间 还有一个阿修罗道 那么佛法中这个阿修罗道呢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呢 比较容易花脾气的人呢 我们就说阿修罗道 那么这个阿修罗实际上呢 他是呢 在有的经典里面 他讲是片鱼六 片鱼这个什么样 三二道跟人道 天道里面呢 片鱼这个五道里面 都有的 那么我们人间有没有阿修罗道啊 有 爱花脾气的人就是阿修罗 你看这个花脾气上来 阿修罗道这里的众生是怎么样 女孩子呢 长得非常漂亮 男孩子呢 长得非常的丑 那么在佛经里面 为什么会有阿修罗道这个呢 也就是说 住在阿修罗道这里的众生 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一个有福报 但是没有德性 有没有了解 有福报 他是没有德性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人呢 爱花脾气的人 向谁心转 各位呢 有时候呢 我们要看看照照镜子 我们的相貌如何 我们向我们的心呢 一直往善的 往平和的方向走的话呢 我们心 我们行动表现出来 就是一个非常平稳 非常慈祥 非常一个稳重的 若是呢 一直都在不安的状态之下 表现出来呢 表现出来呢 就不一样的 所以呢 在 我们再往下看 此法界呢 各有他的因果 各有他的原因呢 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些地方 当然各有他的因果在 我们说 闹害仇恨的心 你就会生起的 就是地狱 嗔恨斗争的心 生起就是恶鬼 愚痴无名的心 生起就是畜生 嫁慢 嫉妒交慢的心 生起就是修罗 慈戒修善的心 生起就是人道 欢喜快乐的心 生起就是天堂 利他 我们说利他 无我的心 生起就是菩萨 平等包容的心 生起来就是佛 因此我们的心中 本来就有这死法界 那么欲缘出世 当我们遇到外缘不一样 碰到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的内心就会生起 什么样呢 各种不同的法界来 所以呢 并不是说这个 我们常常讲 这个事件有没有天堂 有啊 当然有天堂 当你遇到非常快乐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就什么样 我们常常讲快乐是神仙 有没有 可是呢 当你的心遇到一个 要解决 不知道如何解决的 要舍 又不知道如何舍 要舍掉呢 舍不掉 可是呢 不舍又不行 内心这种煎熬的时候呢 就如同一个人在地狱里面 有没有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说 使法界于一心 这个事件不是说 真的 我死了之后到天堂 你在这个事件里面 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 我们说呢 善恶道 刚刚讲到的 这种之苦 是不是 就是当我们的闹害仇恨的心生起来 是不是 这种心就像地狱 斗争 称恨斗争 还有愚痴无名 那么我们的佛法里面讲 愚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知 没有智慧 就是愚痴啊 什么叫做没有 什么叫做有智慧呢 一个人呢 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 能够处理的判断的恰到好处的时候 那个就是有智慧 那么我们 我常常形容就是说 当一个三军的这个统帅啊 他要带领的军队 要去打战的时候呢 那么当他面临 我们说呢 面临要一个抉择的时候呢 他呢 他掌控三军之下 如果他一个判断错误的话 会导致非常多人的死亡 是不是 一个错误的方向判断错误的话 那么就会使人怎么样 使跟他一起的这些军人呢 死掉 是不是 那所以呢 这个 我们说这个统帅呢 他必须要怎么样呢 有相当高的这个什么样 智慧 这个就是智慧 所以呢 各位呢 智慧也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有智慧 智慧的身跟钱不一样而已 是 那么我们呢 因为呢 智慧还不足 所以呢 很多事情呢 就没有办法呢 把它处理得很好 好 那么这个呢 是 我呢 把网路上找出来 那么 我想这个情绪啊 是不是 就是 我们人一生气起来的情绪 这个脸孔 大概就是这些脸孔啊 是不是 高兴的脸孔啊 嗔恨的脸孔啊 大眼睛 小眼睛 这些 那么也就是说呢 有时候呢 这些脸孔 这个是 这个自己都不知道脸孔 长的什么样子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把它找出来 大家呢 放轻松一点 因为我们上的是情绪 我们就轻松一点 这个也是 那么 我们说呢 情绪脸谱 有时候呢 我们要看看 我们的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脸谱 到底是哪一个脸谱 可以呢 看一看 好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 我们要谈的 下面要谈的就是说呢 那么 情绪呢 对我们的身体 对我们的 这个什么样 身心的影响 是非常的大的 我们常常讲 当一个人怎么样呢 长期在殷勤不定 激动 幽据的这个心理状态中 久久之 会影响 生理的变化呢 造成不易自愈的疾病 那么 当一个人 不快乐 发怒紧张呢 或是压力 脑呢 内会蜂蜜具有毒性的肾上腺素 那么这个呢 不但会伤害自己呢 也会伤害自己的身体呢 也会影响到 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相处 或是呢 使自己呢 生日忧郁或遭遇 或自闭 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我们说呢 身体 你身体呢 你要非常的安适 你的心灵自然就会怎么样 也会舒服 是不是 那么 如果你的身体呢 不舒服的时候 我相信 你的心情可能也不会很好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说 现代的人呢 有没有养生啊 各位 一定很养生 对不对啊 吃要吃有机的东西 现在这个树化剂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们不知道 吃了几十年的这个树化剂下去 是不是 那么 我们说呢 为什么要吃有机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好 那身体好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呢 我们身体好的话 我们心里呢 也会跟着舒服一点 是不是 如果一个人呢 身体不好的话 他的心里的话 你要叫他快乐 我想他可能呢 快乐不起来 所以呢 这个身心呢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呢 关联性 那么也因为身体 这个健康的这个重要性 因此呢 我们说呢 外面呢 就有很多什么 健康中心 是不是啊 哎呀 这个怎么样呢 健康的用具 哎呀 跑步机啦 什么机什么机 通通来啦 目的为什么 要身体健康 那么所以呢 我们说 身体健康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那么身体健康 你的心灵呢 你也会舒服 也会舒服 那么我们说 一个人如果长时间 身体不好的状况之下呢 就会有一种忧郁 就会出来了 那么很多 我们说呢 社会里面有很多 这种现象 是不是 那么有些人 嗯 长期生病 受不了这个病痛的折磨 到后来 自己自我了结的 有没有 有 是不是 所以呢 像这种状况之下呢 如果旁边有适当的人 给予呢 在旁边照顾的话呢 我想 可能也会更好一点 那么我们说 常见的这个情绪 有哪些这个 有正面跟负面 我刚刚讲过 我用呢 大家 一般人所用的用语 我下一个单元 我才用维世的这个用语 来说明 那么这个正面的情绪 有什么呢 快乐 是不是啊 满足 幸福 愉悦 驾傲 興奋 狂喜 友善 和善 亲密 信赖 宠爱 痴恋 这个松弛 希望 爱 同情 还有 心宽 喜悦 安慰 乐观 愉快 满足跟肯定 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是不是啊 这个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负面的呢 负面的更多 这些 我把能够形容都通通把它塞进来了 所以呢 各位可以看一个参考 像这些呢 都是属于负面的情绪 那么负面的情绪呢 可以说呢 让人呢 怎么样呢 我们说呢 这个情绪障碍会让人怎么样呢 没有办法再站起来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 内心的这种负面的出现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需要呢 很多人呢 在旁边的付出 来帮助他呢 走出这种什么样呢 比较 我们说比较负面 比较暗的这个面 帮他走去